当下的汽车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各个汽车涉产厂家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尤其是在小型SUV市场 更是深受消费者的追捧 堪比紧凑型SUV 因此也成为各个厂家不可忽视的战场 自从宝骏率先推出510之后 整个小型SUV市场的战争就正式打响了 令人羡慕的销量 使得其他公司加快研发小型SUV的进程 当然丰田公司也不堪落后 早在两年前就有推出小型SUV的计划 经过消费者多年的期盼 这款深深来迟的车型 终于快要展现在消费者面前了 丰田公司计划推出的这款小型SUV 丰田CHR 绝对非常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流线型的外观令很多人惊叹 这是丰田近些年来推出的最令人惊艳的车型 整个线条活泼 奔放 锐利的前大灯 回旋标示的尾灯 给人感觉更像一台流利的跑车 与以往丰田沉稳成熟的气质有很大的改变 尤其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而最近关于这款车即将上市的消息不绝于耳 它的生产生产叠照也不断流出 令无数网友惊呼 丰田公司这次是要将概念车型直接拿出来买了 据悉 这款车的上市十分亲密 大约15万左右 如此亲密的价格 也是为了让大多数的消费者承受得起 不仅如此 丰田车型油耗一项 是消费者购买的一个重要指标 所以CHR也一如既往的 丙城丰田公司节油的传统 整体油耗还不到4升每百公里 但这丝毫不会影响这款车的动力 1.2T车型 最大收入功率85000瓦 峰值扭矩200牛米 匹配模拟7速的CVT自动变速器 所以相信这款堪称完美的小型SUV 一旦上市 必将引爆整个SUV市场